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我们说这个车字 是闭门造车呢? 还是闭门造车啊? 我们来看他的发音 他有两个发音 一个是车,一个是车 这个无论是在大陆的字典 还是台湾的字典 这两个音全都是有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车的解释 陆地上有轮子的交通工具 我们看这段 车淋淋,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 这里的淋淋就是车轮的滚动声 而萧萧就是马的私叫声 咸阳桥是汉武帝所建 唐代叫咸阳桥 就是在现在的陕西省咸阳市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战声隆隆,军马思鸣 出征的战士都把箭挂在腰间 爹娘妻子儿女奔走相送 尘土飞扬,咸阳桥都看不见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车的另一个解释 牙床 我们看这段 古艳有之,辅车相依,唇王齿寒 辅与刘备,始有唇齿相须之事 这里面辅车的辅就是指的甲骨 而车指的是齿床 甲骨和齿床相互依靠 比喻两者相互关系密切 相互依存 我们再来说一下车的另一个发音,鞠 为什么在象棋中的车叫鞠呢 而不叫车呢? 因为象棋中的鞠是指在古代四人两码的战车 为一鞠 鞠从秦朝开始就盛行于世,广为推广 自从有了象棋后,战车便更加神通广大了 在中国的象棋中,鞠的威力是很大的 无论是横线竖线都可以走 只要是无子阻拦,步数是不受限制的 因此一鞠同时之多,可以控制17个点 所以有一鞠十子寒之称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这个成语 闭门造车 他的解释是,比喻脱离实际,只凭主观办事 我们看这段 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折 盖延其法之同也 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关起门来 在家制作车子 拿出门去使用的时候 却能和车折完全适合 这是因为有一定的规格尺寸作为标准的缘故 所以叫做闭门造车,出门合折 而我们现在说的闭门造车 而是形容不顾实际 不吸取别人的经验 好比关上门来 在家里坐车子 而完全不考虑门外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 结果是不合规格不能适用的 所以 古语中的闭门造车,是称赞出门合折的巧妙 而我们现在所说的闭门造车,却是讽刺出门不合折的脱离实际 我们再来说一下车把师这个词 车把师就是赶大车的御守 俗称车老板子 在旧时候的农村认为是有能耐 有本事和见多识广的人 因为一挂车少则是一匹马 多则三五头牲口 从套车到装车赶车修车是需要有一定的技术 再加上他们经常走南闯北 比那些常年作手家园的人了解的事情多 经历的事情也多 所以很受人们的信任 这些车老板的年龄基本上是在30到50岁之间 从跟车开始学起 跟车就是等于跟着往上往下搬运货物 从那时候开始学习 一直到自己能够长鞭 最起码也要学习一两年 锻炼成能应付各种天气情况 各种道路的能手 车把是现在也比喻经验比较老道的人 在从事某种工作或某种职业的时候 运用到经验独到的做法 我们再来看几个成语 存亡齿寒 存缺 则齿路受冷 比喻关系密切 利害相关 我们来看例句 依战略关系来看 这两国有存亡齿寒的利害关系 我们再来看存齿相依这个成语 它是比喻关系密切 相互依存 我们来看例句 父母与子女是纯齿相依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 辅车相依 辅车相依是比喻关系密切 利害相关 我们来看例句 孙刘两家利用辅车相依的关系 从而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 好 我是老李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